褲天吃飯的農民 面對極端變化的技巧也就要做改變 台灣前一間 文石電視中心 找五載器在加基信港 基盤掛牌的技術 有想要帶文石的農民 可以先來到這裡了解相關的知識 文石電視中心開放 起因會很民眾參觀 裡面有紹介帶文石的各種材料 還有社交模型 有想要帶文石的農民 可以先來了解自己適合的資求 他這個示範中心對我們來說是有需要的 是有需要這個部分 提供我們一些必料的 是比我們需要什麼東西 直接先做一個模擬醫藥 才去現行做 現在對你的作物 包含他現在把這個智慧 還有這個AI都可以融入到 讓農民在選擇要建造的環境 可以更完備 而且隨時可以掌控 天氣的影響 國家上生產環境的改變 有越來越多的農民 選擇文石建造的方式 文石建造是中心的成立 可以在技術和設備方面 替農民解割打文石的問題 以中所有的款式的文石都一種一隻 可以我們一次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我們紓窯了 在這邊去一一的去 包括AR VR的實景 都可以看得出我們實際在展示中心 在文石裡面的時候是怎麼去進行 包括這個材質我們搭建啊 這個文石中心 這個文石適合種什麼東西 都可以在這邊一來無意 農會總鑑署表示 農民要到日本石建造的時候 一開始因為不知道相關的地質 所以也影響到專形的義灣 現在透過電視中心的成立 帶來創新口氣 希望可以改變 自己觀一些傳統農業的生產環境 記者 林慧霆 加基報導